就在刚刚 红军意志竟然降零露压肉身 直接对地心发动了攻击 感受到魔日的恐怖 地心人到法乡瞬间爆发 挡住了魔日的攻击 这人到法乡的气息 难道是盘古 看来你们已经察觉到了 人黄或许不是盘古 但他身上绝对有盘古的算计 若他不死 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清算 难道你们还想被他再杀一次吗 必须杀了他 顿时滚滚魔器 如泰山压顶之势直扑人到法乡 连人到法乡都承受不住魔器冲击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熟悉的声音浮现 红军这不要脸的货竟然出手了 我统哥怎能不来会会他 选择一 小小魔皇竟然也敢怼姑动手 真是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内顾就直接教训一顿他 让他知道人黄不可如 奖励人到扶魔咒 选择二 这可不是单纯的魔皇 还有神秘 罗侯 甚至红军的意志 根本就打不过 直接跑路吧 奖励定位传颂咒 我去 难怪路亚会性情大变 原来是红军这个老逼灯在搞滚 孤选一 随着帝心的划路 一道模糊的咒语出现在帝心是好 人黄 在本座面前还敢走神 简直是不知死活 给本座死了 滚滚魔器朝人到法乡席卷而来 区区一点魔器也想镇压不 走嘛 你倒醉灿无比的光芒 从人道土乡身上暴露 直接把魔器逼退到了人家 他身上怎么会有静视之光 就算炼化白莲童子 也不应该有如此强烈的静视之光 难道静视白莲还存在于洪荒之中吗 好一个白莲童子 竟然将静视白光送给了人黄 真是该死 在我魔界还敢这么张狂 人黄 今天你必死无疑 多宝 侯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出手 三人同时动身 急速冲向人道法乡 就凭你们三个 别敢合股动手 我会让你们凌买 萤火之光 也敢与浩月争推 一个浩瀚的太极阵法 把人道法乡往上 冲在前面的鹿鸦 瀚活大白天剑谱 暴退而去 这是什么 当今的洪荒之煞 怎么可能引动大盗之力 在红军和罗侯眼里 眼前这个人瞬间和盘古身影重合 直接激发了他们内心最大的文具 甚至撼动了红军和鹿鸦的领袭 甚至撼动了红军和鹿鸦的领袭 旺谷派 在红冰旁邊 旺也敢动了红冰旁边 我和天今日都要说 electric 最后撼动了红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